日本长野县小谷村长中村一鸣 与教育长山田光美 24日特地前来拜会彰化县长王惠美 感谢彰化县政府多年来支持 二水国中、竹塘国中 与小谷村中学校的交流 希望双方能够继续维持中学生的交流学习 我想透过我们台日两边的学校的交流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 也藉由这样的一个交流 让孩子们也了解到日本本身的文化 以及他们的教育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们能够更珍惜我们现在的所有 然后认真的好好地来学习 我想在这边再次的 谢谢我们两位校长的一个用心 也要欢迎我们小谷村的村长跟我们的教育长 未来期许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让我们彰化跟我们的长野县 我们的小谷村能够更加的紧密 一起来努力 这次能够透过孩子们的交流 能够有这样很好的活动 他非常高兴然后又能够拜会到县长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因为孩子们这次是第四次来到贵县 所以希望说透过以后的这些交流活动 能够让台日双方能够有更好的关系 能够更密切 二水国中竹堂国中与小谷村中学校 双方交流从104年开始 其间师生已互访三次 为台日建立友好交流模式 让台日双方的学生开拓国际视野 也实际体验各方面的学习与生活 对双方学生日后的学习及人生发展 留下重要的意义 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